2022年韩国羽毛球大师赛 马来西亚组合吴顺发与赖杰敏 吴顺发与赖杰敏世界排名高居第13 黄亚琼欧选异世界排名第162 首局比赛 黄亚琼欧选异两人搭配默契 黄亚琼的锋网技术明显技高一筹 打得行云流水 欧选异今天后场杀球也表现出色 黄亚琼欧选异21比11先胜一局 大比分1比0领先 次局 马来西亚混双吴顺发与赖杰敏加强反攻 开局强势7比0领先 随后 黄亚琼欧选异稳住阵脚 追平比分 前半场关键分 黄亚琼欧选异11比10领先率先进入技术暂停 技术暂停之后 马来西亚选手吴顺发与赖杰敏心态有点波动 黄亚琼欧选异连续进攻得分 21比15锁定胜局 直落两局 总比分2比00风马来西亚选手吴顺发与赖杰敏成功晋级决赛 这是两人自搭档以来第二次晋级混双决赛 黄亚琼的实力确实可圈可点 对于黄亚琼来说 一路坎坷 东京奥运会上 他和郑斯为搭档 并且是混双头号种子 但最终无缘金牌 随后的市井赛和全运会 雅思组合也很低迷 最终 这对组合被拆散 如今 黄亚琼搭档欧选异友不错发挥 虽然 国语并未排除雅思在巴黎奥运周期 继续并肩作战的可能性 但如果黄亚琼和欧选异效果很好 雅思组合将彻底成为过往 客观来说 黄亚琼搭档欧选异 状态还在逐步提升 尤其是黄亚琼 防守稳健 进攻多拍漂亮 他是混双好手 另一场半决赛中 奥运冠军黄东平 王毅律迎战韩国选手 金勇与李幽灵 后者是一对新搭档 目前还没有世界排名 黄东平 王毅律状态不错 首局11比8领先 率先进入技术暂停 最终 没有太多的意外 奥运冠军黄东平 王毅律以21比12先胜一局 大比分1比0领先 次局 韩国小将金勇与李幽灵 完全乱了步伐 黄东平 王毅律11比3领先 率先进入技术暂停 暂停之后 黄东平 王毅律一鼓作气 以21比8锁定胜局 直落两局 总比分2比0晋级决赛 这样的话 混双决赛 黄东平 王毅律迎战 队友黄亚琼 欧选逸 至此 国语混双 也成功包揽冠亚军 可喜可贺 期待 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 再接再厉 再创加紧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来帮忙 我来帮忙